明天天氣如何呢 我們要來請教氣象主播老衛 老衛請說 白猴的眾玩家就好 不管晴天與天原是氣象在您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世界 2月份的第一天也是新的一週 而這一週算是不錯的一個開始 在天氣上全台各地都有 燦爛的陽光露臉 增添了許多春天的氣息 不過這太陽一大 趴晒的朋友們就要多多注意 這紫外線的強度了 因為不少地方今天的最大值 都來到了過量的等級 不過說到西半部 另一個有感的 就是空氣痞質上的狀況了 今天一整天下來 天空都是灰蒙蒙的 特別是台中開始 一直到雲家南地區 空氣指標來到了 對所有族群不健康的紅色燈號 而這也就目前只要天氣一好 就會有的這個天氣現象 當然早晚溫度偏低的狀況 現在還是會一直出現 像是今天台灣本島平地地區的 最低溫 清晨的時候是降到了7.3度 地點是在台南的嘉領區 在未來的話還是請大家多多留意 這個早晚涼冷的情形 而明天一整天的時間 天氣上似乎都會有一些變化喔 等等我們再從地面 衛星雲圖一起來看看 未來的天氣變化 這圖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我們北方是有一道負面雲氣 持續地再向東移動 而雲汐會這麼走呢 其實後頭呢 就是一股冷空氣正在南下 這個時候呢 東北風當然也會順勢地增強 部分的水氣也會被帶了進來 也因此明天在北部 會有短暫的雨勢發生 這也是這一波水氣主要的雨區 雖然在東半部地區的部分地區也有 但是就量來說是非常非常少的 而在中南部的話 則是維持多雲到晴的一個天氣形態 完成完了天氣上的變化 至於溫度上的呈現 我們再從下一張的地面 天氣圖來看看 就圖上資訊可以清楚地看到 這一波冷空氣呢 到了明天晚上的時候 才準備要出海 所以從現在開始 我們是已經受到了 冷空氣的影響了 溫度就會轉冷 所以明天白天溫度預估 還會比今天白天來得低 特別是在北部地區 以平地地區來說 以今天的最高溫來看 還有25度 但是到了明天 預估白天平地地區的最高溫 只剩下18度了 相差了有7度 不過好消息是 這一波冷空氣影響我們的時間 並不會太久 預測到了星期三的時候 這個暖和的溫度 又會再次地出現 而其他地方 明天的溫度變化不會太大 只是要注意 早晚都會是比較涼冷的 注意部落裡頭 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 我們已經整理的 沙海奇效 平浦的獅子牡丁跟滿洲最低溫 降到13度 高溫是來到了25度 太武來一根春日最低溫 降到11度 高溫是來到了27度 傾到多雲的天氣 三地門屋台跟馬甲最低溫 9度 高溫是來到了26度 高雄的原鄉 最低溫降到4度 地點是在桃園 而高溫是來到了25度 加以達里山 溫度是落在4到24度之間 傾到多雲的天氣 南投的原鄉 最低溫降到接近1度 而高溫是來到了23度 台中的和平 溫度是落在6到23度之間 傾到多雲的天氣形態 苗栗的原鄉地區 最低溫降到9度 高溫是來到了22度 新竹的原鄉 最低溫降到4度 地點是在尖10 而高溫是來到了20度 北部地區來跟復興 最低溫降到8度 高溫是來到了18度 宜蘭德達同跟南澳 最低溫降到8度 高溫是有21度 注意短暫鎮雨的現效 花蓮的部分 新城花蓮石跟吉安 最低溫是7度 高溫是來到了22度 秀林跟萬榮 最低溫降到10度 高溫是有21度 守峰跟封兵 最低溫是4度 高溫是來到了23度 鳳林 光湖跟瑞穗 最低溫15度 高溫是有22度 灼溪 玉里跟副里 最低溫降到2度 而高溫是來到了22度 台東海岸線的部分 最低溫16度 高溫是來到了24度 注意短暫鎮雨的現效 縱古地區 最低溫降到4度 地點是在海德爾 高溫是來到了24度 陸野台東市跟北南 最低溫是3度 高溫是來到了25度 陽美島 南迴地區最低溫降到11度 高溫是來到了24度 萊宇地區最低溫降到18度 高溫是來到了24度 外島地區 廉江金門跟澎湖 最低溫12度 高溫是來到了20度 外出看天氣讓您出門不樂氣 一週的天氣為大家整理 明天星期二 因為東北風增強的關係 又會帶進水氣 在北部還有東部 預估會有短暫的雨勢發生 同時呢 這溫度還會轉冷 在中南部的話 影響不會太大 而從星期三開始一直到星期天 冷空氣一出海 這個強度就會減弱 北部跟東部的溫度 會再次的回升 暖熱的感受會再次的出現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就是在這幾天 西半部容易會有局部的發生 我們的駕駛朋友開車的話 就要注意行車安全了 這就是今天晚上 到週日之前的天氣分析 祝福大家一切 順心平安